這就是Toyota 2020年落後的第五代 這隻我們今天做的行動是 這韓國JSR 超跑聲浪模擬器 這隻是用單喇叭的 我們蓋的位置在尾段的左後方 聲音就是由這邊來做發出 這就是有做出口朝下 所以說其實這不怕水啦 你只要不要浸到水 其實這在這裡都是很安全的 它這側邊差不多看起來就是這樣 再來看車來 它這是旋鈕式的 我們將它的旋鈕做到 駕駛座這個位置 我們這車可以的時候 手動旋轉就可以了 它這還有擦這個OBD-2 OBD-2的接座 結局它的轉速 我們現在來 跟它做發動 錄一下聲音 來發動 是 有 往後 有 有